其实呢在对与不对的这个界线里边 我不同意有从60后70后所谓隔代之间 不同时代之间的那个差别 愿意去付出的和可能承担更多责任的 他不同角色的不同特质的人 在各个时代其实都是有的 而我们其实未来对00后 我觉得我们呼唤有更多担当的人 对 对 社会也需要有更多担当的人 所以我支持严姐这个观点 但是我觉得是这么办的 不是说他们自然就能成这样 这个我也特别支持 就是你得给他一个环境 就是我其实特别不想说他们就这样 所以我们的教育的力量 我们的教育的价值 社会对未来他们包括企业 好的企业给一个员工未来持续地成长 我认为是要影响他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作为成年人 我们作为这样的一档节目 我们要告诉大家 你这样存在 我们尊重你的存在 但我们会给你一些 我们觉得适合你以后发展的相对好的建议 改与不改在于他们 但是你要记住到了成年人的社会当中 你像你刚才那种表达 人家直观判断说 功力心很强 对呀 你可能就没有后面的友谊和机会了 是 你别上来就给自己的起点号后头 冒号后头就是句号 好 好吧 在面试过程中 可能会因为代沟 让面试官和应聘者会出现不同的冲突 那在这个时候有三招能够去破解 第一招关注结果 也就是关注面试者 能不能提供你所在的一个需要的价值 第二个 关注你们的代沟冲突 是不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 如果不在企业文化中可以共存 第三个 先学会倾听再去判断 这是给到招聘者 面对应聘者的时候的三条小建议